我在旁邊 沒辦法 來 第一個題目 請問一下 局長 外面有指聲說 你的神聚的學會 他的地址跟衛生局的地址是連同的 局長有沒有要對外再說明一下 那就是一個通訊地址 學會總是有時候會有一些 內政部的公文要寄過來 那就是一個通訊地址要提供給 這個內政部收發公文用的 第二題 有關那個經會的部分 現在目前媒體的報導是 地址警克的中央買單 但是整個流程是否正式如此 是不是局長再說明一下下 我已經強調過了 實際上所有的這些採檢通報 都是依照中央規定的 社區監測通報採檢的規定來做 中央也有建制系統 所以每一筆資料呢 我們由就醫協助就醫到醫院去做採檢之後 醫院都要做通報採檢登錄的程序 所以每一筆資料都看得到 也都查得到 第三題 那中部長昨天在媒體上的訪談 他認為中央衛生局沒有做好通報這個措施 他表示他也不是反對衛生局做這件事情 是沒有通報 他不知道局長你的看法是怎樣 我想我剛才強調 因為我們都是按照我們在做傳染病防治的時候 很正規的社區監測通報採檢的程序來做 那可能我們對通報的認知跟 部長對這個報告的認知有一些差異 那我想我們還是非常尊重部長 所以我們之後會照部長的指示 會來做相關的一個報告的程序 再請教一下局長 昨天有很多被衛生局採檢的人 有出來對媒體來說 他們這個採檢過程是怎麼樣的流程 那也有人在質疑說衛生局 這個流程是不是沒有照標準SOP 那是不是局長 正確的流程你們這是怎麼做的 這個就醫的一個流程 剛才部長 昨天部長也有講了嘛 你可以選擇自行前往 或是由家人開車 載過去或是自己走路去都可以 所以這個我們都按照中央規定這些程序 全程來做掌握 然後協助這些相關居家檢疫者 來做就義跟採檢 另外一個小問題就是 立委委員林靜儀說我們 會生局有強制我們醫護去做化者 以及全新的部份 你打指數再說一下 所有這些調查檢查都是自願的 並不是強迫的 所以確實有做這個程序 都是自願的程序 都有自願的程序在做 那是不是在精準篩檢的部分 那有沒有說一個確認的一個流程 標準的流程在哪裡 我想精準的篩檢其實它意思就是說 你的檢驗都能抓到 你要抓到的這些可能的傳染者 所以它實際上我們講精準篩檢 實際上是包括三個部分 居家檢疫的個案 有症狀沒症狀我們來做採檢 這只是其中一部分 那另外還包括社區肺炎的個案 怎麼樣讓它全部都能夠做採檢 這邊跟指揮官還有跟指揮中心 當初張上淳招景人所講的意見都是一樣的 那當然我們另外還有請醫院裡面的這些急診的部門 只要有上呼吸道感染或是發燒的 也能夠加強這方面的一個定點監測 這個幾個部分加起來就是精準篩檢的意思 所以其實它涵跨了 可能會出現新冠肺炎的許多的管道 希望能夠透過這些精準篩檢 早一點發現個案 早一點遏制傳染源 那精準篩檢是什麼東西 我老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昨天阿中部長在媒體裡面說 有電話有聯繫 這個時候你們常常在做這個事情嗎 我想我們跟阿中部長其實常常都有做電話聯繫 那昨天他有講 我有在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打電話跟他做一些說明 那我們平常這些聯繫的管道其實都很暢通 那局長再請教一下 那個昨天那個總統 行政院長副總統總統 都有阿中 那現場也提醒你 你對這樣的一個方式和模式 你有什麼看法或想法沒有 我想其實大家都有共識啦 就像總統跟副總統行政院長講的 防疫是要一條心 那我們也很自豪說我們台灣在國際上 我們的防疫真的做得很好 那我個人也是百分之百的挺我們的阿中部長 百分之百的挺阿中的部長 那我這邊是有個人的感想 這一天這個 這些紛擾 我其實最懷念的是 二月三月那個時候 白牌事蹟發生的時候 議長加油 我們的指揮官 副指揮官 中央的防疫醫師 一起 來到彰化 幫我們去做預調 大家一起 忙到很晚 然後到醫院去去了解 這些所有的監測的流程有沒有出問題 我半夜都還接到 縣長打電話來關心說 這現在疫情是怎麼樣 那第二天一大早 十點鐘阿中部長就打電話給我 問我疫情這邊需要什麼協助 我告訴他說 我們現在是要去追蹤這些手機的紀錄 他就請健保署長 立刻跟我配合 也請警政署幫我去調 這些建設的資料 所以我們很快的 加上我們二進去同仁 好幾十個人一起來 舉例面幫忙 所以我們很快的在那個下午 就掌握到所有感染鏈的線索 那在這個中央跟地方一條心的 幫忙之下 我們把這個疫情守住了 這真的是一個我最難忘的回憶 所以今天這些事件 看到這些紛擾 看到這些報道 我每次都想到說 23日那時候 多美好的這種防疫 上下一條心的這種感覺 那也希望我們國任 大家一起 不要忘記這段回憶 不要忘記這段回憶 讓這些紛擾趕快過去 我們專心來做防疫 謝謝 可以說一下 就是說 那在過程當中 為什麼還要要求他們 就是要出門做篩檢 這不可以幫我們做宣明一下 那講的是哪一部分 就是他在居家檢疫的部分 有說要求被篩檢這樣子 居家檢疫 你只要是有症狀出現 當然都是要陪同就會做篩檢 那我們這邊這樣的話 就是做得多一點 第10日的時候 我們請他說 你沒有症狀 那你去做篩檢 能夠早一點發現 也減少對家人的感染 那經過他的同意之下 我們就安排就醫的採檢 所以其實去採檢的民眾 他們都是贊成這個採檢的 然後我們接到民眾告訴我們說 他接到這種採檢之後就很放心 不會擔心做傳染給家人 所以他其實我們做的程序 就只是髒話線多做了一點 那我們發現一個個案 減少這個個案往外傳染的機會 就是這樣子而已 像這樣的方式大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目前已經採檢多少人 我們從4月就開始這樣做 那4月那時候開始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檢驗量能也慢慢夠了 在4月的時候 我們的三家醫院 布章 章機跟秀船 都已經有了足夠的檢驗量能 一天可以到兩三百件的檢驗 那時候入境的人數呢也慢慢少了 所以實際上每天居家檢驗的個案變得很少 你有這些量能的時候 我們只是很單純想說 我就多驗一點 所以一天的採檢量也大概是十來隻 就這樣 從4月開始這樣做 那有驗有什麼好處 多做一點 我們就多放心嘛 因為沒有個案 沒有出現個案 我們做這些採檢的目的 不就是要讓我們自己跟大家放心嗎 那就算有個案 他在居家檢驗就趕快住院治療 這個不就是很簡單的 防疫上的一個概念跟原則嗎 我想我們也只是在地方上 以一個我們在地方防疫的單位 對 比中央規定要做的 多做一點而已啊 我們就是在多做一點 希望說防疫上效果能夠好一點 就是這樣而已 如果知道 弟弟我這月份只抓到一個 你4月份的時候還會想要做嗎 如果可以重來的話 重來我還是會做 因為抓到一個在傳染病上的意義 它不是一個 因為今天沒抓到 3個月之後它可能是32個 傳染病是不會等你的 所以你要早一點去發現 早一點去做篩檢 這個是所有在 疫情的防疫裡面 這種主動監測的一個原則 大概都是這樣子 華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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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 市長 對不起 我要問一下 我們精準篩檢的對象到底是誰 那這筆備用可能會不會中央不買單 怎麼辦 我先講齁 所有這些精準篩檢都是依照中央規定的 社區監測通報採檢的程序來做 每一筆都是看得到查得到 然後醫院經過這個就診 然後採檢 然後通報進入系統 在申請相關的費用 那昨天部長也有講嘛 只要經過醫生的診療 他就是這個費用還是會有 這個相關的規定來支付 中譽 中譽 中譽中天的中譽 中譽 中天的中譽 我話一話一話 聖委 聖委 許長不好意思好中天 請問一下齁 那個我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我們 呃 全國篩檢學會這部關 由你掛名提市長部份 那有人反映說 好像說要跟我們衛生總收五萬塊的會費 對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有記者會人員也偷偷的在告訴其他麻醉科醫師 還什麼醫師說 剛出在做這個篩檢的時候他們的回應 有點像是在欺騙我們的受撤者 就是說就在鼓勵他們來篩檢的部分 請問局長這部分怎麼回答 我想篩檢學會是一個民間的學術性的團體 相關的這個會入費都有相關的規定 這點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至於你剛才說的第二問題我聽不太清楚 就是基層的護理人員有反應說 當初他們在聯絡這些所謂的受檢診的時候 有點像是在騙相騙他們來篩檢 騙誰來篩檢 騙這些居家檢疫者 就是說現在篩的話可以健保支付 需要掛耗費以後再可能要支付 你講的是什麼篩檢 是居家檢疫的我們這次做的這個 精準篩檢 我們完全都沒有這樣說去欺騙他 什麼自費免費的事情 他就是剛才我強調 他就是依照社區監測通報採檢的程序 跟他們講說這個時候你可以去做這個採檢 那有我們就照規定來做通報採檢的程序 沒有你所謂的那個事情 有一位先生說他自費了一萬多 來帶小孩自己 來帶小孩自己 現在我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我們精準篩檢的標準是什麼 那第二個怎麼會 怎麼在做精準篩檢前 怎麼付新跟中央報告 是不是會讓中央覺得有選擇的傲慢 那第三個就是 事件也變到現在 有沒有私下跟中央溝通 那也變到現在也自己 進入什麼地方 我想我是絕對沒有行政上 對中央不尊敬的一個情況 我剛才強調我們就是在地方單位 在一個檢疫量能跟這個疫情 檢測下我們多做一點 那我們都是依照社區監測通報採檢的程序 照中央的規定 到醫院去做就醫通報採檢 然後申報相關的經費 那剛才有講到 就是我們這個通報的機制 也許跟部長所講的報告 我們在認知上有些差異 那我想我們會尊重部長的一個指示 也會配合部長在防疫上的要求 我們以後會來做改進 好再來年代年代蔡記者 那個有一個先生帶了一個奴 他居家檢疫的時候接到了電話 然後最後說要自費一萬兩千多塊 然後這中間好像產生很多意外 說還要他自己帶著去醫院做檢查這樣 我想我想這樣 因為各位講的很多個案 都是個案自己的陳述 那以衛生局來講 我相信我們的同仁 一定是都是盡中職守 去做好這個就醫採檢的工作 那至於到醫院那一端 當醫院的醫師根據他專業的判斷 要做什麼樣的診斷 什麼樣的治療 什麼樣的一個檢測 那這個是醫院那一端的 那你剛才所講的這些個案 我想中央也都有在提嘛 所以現在政風單位我們知道 他也一個一個打電話 在問這些居家檢疫者 所以我們盡待政風調查的結果 那面部有關 蘋果日報會症會症 就是那個有立委在 連書上指引說我們那個台灣散言協會 承辦很多活動 有可能包括那個寫進康 或是說包括被托塞 是不是有立體的關係 三點協會跟這件事情完全沒有關係 跟這件事情完全沒有關係 他也沒有從事任何跟新冠肺炎有關的研究 因為這個學會當初成立 還是以癌症的篩檢為主 是一個學術性的去做推廣 去做衛教 甚至跟國外交流的一個學會 那請問目前現在政論節目 還有一些網路的指控 不值得指控有沒有打算說要周政 提告這樣 在公的立場上 只要是涉及到我們新冠肺炎防治的 新冠肺炎防治的相關 如果是有不死的訊息 那我們就會依照假訊息的方式來處理 這是公的部分 私的部分 我個人沒有在看網路跟這些節目 所以一笑置之 好 謝謝大家 剛剛有打過才4月給你3點 到目前為止殺了多少人 這是說我們那個有很多人一直在質疑說 我們為什麼不說你那個無症狀 為什麼要做這個訊息 它的頻率是什麼 那是不是有那個中央的規定 我們現在是這樣分兩部分 在一個防疫的實務上 我剛才也在強調 就是依照社區監測通報採檢 中央規定的這些程序來做 每筆資料都有通報 都有通報都有做在建檔的資料裡面 所以都看得到查得到 那至於說為什麼要做這個後面學禮的部分 我想今天在這個場合 也可能沒辦法去做那麼詳細的說明 那部長有質疑說 那個資料上並看不到說 你為什麼要擔任這一問題 我想這個剛才我講就是 我們通報跟這個部長講的報告的差異 那我剛才講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需要 政策單位在做調查的時候 我們可以跟政策單位一起 我們把系統一筆一筆資料叫出來看 我們也會讓政策單位知道說 資料在哪裡 哪裡你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歡迎政策單位來到衛生局 我們一起來看系統 還是等候所有的調查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不是請局長大概說一下 昨天總統有發的臉書 那那個局長你對總統的臉書看法 我再強調我們其實很自豪說 我們臺灣防疫真的是做得很好 在國際上受到大家的肯定 這我們都認同 我們國人也以此自豪 所以總統講話 我們也都是非常贊同他的意見 應該是上下一條心 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 這也是我們縣長一直講的理念 當然最重要還是全民一起 大家一起來做防疫來守護我們臺灣 這我們完全是跟總統的理念是一致的 謝謝大家 目前已經篩檢多少人 從四月到現在 問題差不多了 等一下如果再帶四五分 好不好 目前篩檢的人 好我們就敬帶調查 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因為 三個禮拜一的部分就會有一個結果 不然說會局長在 接下人兩天 他在採訪 聽話我們 有重要的調查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辛苦了 兩個有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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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